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跟腳踏車有關的主題呢 其實最簡單就是 跟這個人為什麼會想要在他背上刺上 腳踏車輪組的原因其實是一樣的 這就是因為某種無法解釋的 對腳踏車的喜歡這樣子 所以說希望大家也可以 就是對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然後可以做一些相關的小的project這樣子 好 那就是平常騎車的樣子 那到底腳踏車有哪些部分是可以控制的呢 首先先來看一下這個腳踏車的一些構造圖 最主要部分當然就是踩踏的部分 包括說就是他踩的速度啊 然後踩的力量啊 那另外其實腳踏車上面呢 也有一些別的部分是你可以控制的 像是煞車的部分 或者是說像是龍頭的方向部分 那另外的話呢就是變速的部分 這些呢其實是腳踏車上面 你會去動到的地方 那如果說你想要接從這些部分 來接收到你想要的data的話呢 就要使用到不同的一些sensor 那我這次主要還是以就是踩踏的部分 那要看的是腳踏車的就是踏平 踏平是什麼其實就是你踩腳踏車的頻率 那它跟就是踩那個踏板的頻率 這個跟速度呢 跟腳踏車速度其實稍微有一點不一樣 因為速度的話你還是要看跟你的輪胎的大小啊 跟你現在調的變速有關係 那踏平呢其實很單純的就是跟你腳踩一分鐘踩多塊 完全單純就是跟這個有關係 那為什麼我們需要知道說踏平這部分呢 其實呢之前的人就有研究說踏平呢 對於你踩腳踏車的時候的一個能量輸出 其實是有非常明顯的相關 像這個圖呢其實就是在講說 在不同的踏平下 其實你的能量輸出是會有這樣子一個 從低到高再到低的變化 在你踩的踏平比較慢的時候呢 其實能量輸出是比較低的 那對於每個人來說其實會有一個最適合的踏平 在那樣子的速度下面呢 你的騎車的表現會最好 如果說你踩的又再更快呢 一部分除了對心肺負荷會比較高之外 其實你的能量輸出又反而不如 在最高峰的時候那麼好 在這個圖上面呢它講說 最好的踏平其實是120rpm 就是每分鐘踩120下 那其實這個是對專業的自行車手來說 比較像是這樣的速度 那如果對我們平常 業餘的假日車手而言呢 差不多在大概60到90之間 其實就是每個人會有點不同 那要踩到120其實是不太容易的 OK 所以說呢如果我們可以獲得 這樣子一個踏平的資訊呢 除了可以對我們自己的 就是你踩腳踏車是不是在一個 最好的能量輸出的狀況 有一個好的一個monitor之外呢 我們也可以用這個資料呢 來做一些有趣的事情 像是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影片 嗯 這個呢其實呢是在電影Tron裡面呢 它有一個騎車的感覺 對 那雖然我們實際上騎車呢 沒有辦法弄得這樣子暗暗的環境啊 然後有一些螢光閃燈的效果 那如果我們在一個電腦上 在一個虛擬的世界呢 其實是可以達成這樣子的感覺 那如何把這樣子的一個感覺 跟我們自己實際上騎車 實際上的動作連結起來呢 其實這也是我這次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部分 好 所以看一下有設計概念 首先呢我們就是需要這樣子的一個環境這樣子 然後可以看出有那種就是 就是Tron的感覺 對 然後呢我們就看起來會覺得 有一個虛擬的自己 在這樣子的一個世界裡面移動 對 這就是我們想要達成的目標 對 那要怎麼做呢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台上其實 有這台腳踏車 這其實就是我平常在騎的腳踏車 那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把腳踏車 你踩腳踏車的動作 跟你的想要達成的 就是獲得那個踏屏的資料 連結起來 那我希望是可以在Android的環境下面 做一個呈現 所以呢 主要一個部分就是 有一個腳踏車上面的Server端 跟一個可以在手機上面的Client端 好 那 首先我們就先來看一下 在腳踏車的部分 我們需要做些什麼事情 好 這是我這次做這個主要用到的東西 其實最主要的就是Raspberry Pi 那Raspberry Pi呢 大家應該現在都 應該大部分人都聽過 那如果不知道呢 其實它就是一個很簡單 比較便宜的單晶片的電腦 那主要就是我使用的是 這樣一個Holy Fake Sensor 它是一個磁力的感應器 用這磁力感應器呢 這就是來做為 踏屏主要一個接收的來源 那這個Holy Fake Sensor 是怎麼達成的呢 其實它的做法也非常簡單 它就是呢 有一個磁場 當然有一個S機 靠近它這個Sensor的部分的時候呢 它除了會 它就會亮燈通知你說 有感應到這個磁場 然後另外就會傳一個電的訊號進來 所以呢 我們在Raspberry Pi上面呢 其實就可以接收到這個訊號 然後用來計算後續需要的東西 好 所以我的計畫就是這樣子 其實其實非常簡單 在腳踏車上面呢 有一個Server 然後是用Raspberry Pi來實現 那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獲得它的速度這樣子 那我們希望說呢 讓 client 端呢 除了就是用Android的環境下面 就我們的 client 程式 可以很方便的提取這些資訊 那速度要怎麼計算呢 其實我們就是用 Python 裡面的 Time 的這個 module 就是我們每次呢 只要感測到磁場的時候呢 就記錄一下現在的時間 那跟前一個紀錄的時間呢 互相比較 那大家知道如果有這樣子的時間 你就可以知道你一分鐘是 踩多少轉 因為呢 這個磁場其實是 我們的磁鐵 是裝在腳踏車踏板上面 而它每轉一圈的時候 就會經過剛剛的Holy effect sensor 然後就會獲得那個資訊 那另外除了 這個看起來很簡單 但我們要注意一個小地方 就是在這種 sensor 的部分呢 要小心它會有一個 bouncing的情形 就是說呢 你磁場靠近的時候 雖然你肉眼看呢 覺得它好像只是經過一次 然後獲得一次這個訊號 但其實在它的 實際上感受出來呢 會有就是很多的 可能一秒之內就 來回數十次 甚至上百次的一個 電訊號的高電位低電位的變化 所以我們要做的就是要特別加上一個 bouncing的部分 就是說如果說我們這次得到的 時間跟前一個時間差距太小的話呢 就要記得把這個時間是要忽略不計 所以要在一個足夠長的時間差 一個可行的你的腳踏車踏板轉一圈的時間差 比這個還大的時間差 我們才會用來做這個計算 好 那另外呢 就是要怎麼樣來做一個 讓它有一個簡單的server 其實python最簡單的部分就是 最簡單的server就是 simple http server 只要像這上面寫的這樣一行 python 然後-m-simple http server 就完成了 那你就可以 其實你就可以 去 在你 可以看到的一些資料夾裡面 就可以讀取資料 所以我們如果說 單純的改變一個 比如說像是 把現在的速度寫在某一個檔案裡面的話呢 我們只要再開這個simple http server 其實就可以做完了 那如果說希望呢 我們是有一個request reply的機制 就是說 在我的看案端 需要拿到這樣的速度的時候呢 我們再去跟伺服器要這個資料的話 我們就可以選擇一個 也是蠻簡單的server 就是xml rpc server 它就是remote procedure code 所以呢 其實它就是把這樣子的一個request呢 包成xml的形式 然後透過http來傳送 這樣子呢 我們就可以很簡單的 就像是從client端呼叫 server端上面的一些 一些小的function 這樣子的感覺 所以這是使用的方法 所以呢 大概知道它的流程之後呢 我們可以稍微看一下code的部分 那其實程式部分很簡單 我們主要就是要有兩個不同的thread 一個是用來算速度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要開server這樣子 所以呢 在python裡面 實作xml rpc server呢 其實除了importxml rpc之外 就完成了 到時候要做的呢 其實就只是把你的那個function的名字 叫做xml rpc 什麼東西 這就是你希望 就是你要call的名字 那從client端呢 就可以直接call這樣一個function 然後獲得這樣子speed 那另外下面這個部分呢 就是計算速度的部分 那在rasperypy上面呢 就是用python的那個gpio 這個module來處理上面的一些sensor 包括input output都可以這樣來實行 好 對 所以的腳踏車的部分呢 其實大概就這樣子 那另外就來介紹一下說 遊戲 或者說我們說android端的app的部分 我們需要做哪些事情呢 好 在這邊呢 要實作一個app呢 我選擇的是一個 就是一個open source的python library 叫做kivi 那kivi呢 它其實可以簡單的 很簡單的製作一個app 而且這個app呢 不是只能在單純的平台 它其實是可以 透過它自己的包裝之後呢 就可以在各種不同的平台上面跑 包括說呢 桌面的平台像是macOS啊 Linux Windows啊 那另外iOS或Android上面呢 其實你只要在不同的環境下面 再加上一個它的 自己的kivi的一個launcher 那你就可以把你做好的這個app呢 直接透過它 就不需要再經過其他的一些compile的部分 其實是就蠻簡單的 那如果說呢 像在Android上面呢 你不想要透過它的kivilauncher 其實最後你也可以用它裡面的功能 把它包裝成一個完整的apk 那就可以另外再做分享 或者是放到那個 就像是一些Android的play的market上面 這些都是沒有問題的 好 那就是kivi上面 大家可以從那邊 它的網站的話可以獲得更多相關的資訊 那其實它可以寫各式各樣的遊戲啊 App什麼都是沒有問題的 好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呢 這邊它就有告訴我們 Kivi上面要如何做一個最簡單的app 其實只要有這幾個步驟就可以了 首先呢它就是要開一個什麼什麼APP 那這個APP呢 其實APP的部分它就是最後做的事情呢 就是要return一個object 這個就是它的一個widget 然後這樣子其實就完成了 這個東西雖然裡面沒有內容 但是這樣就是一個可以跑的app 那我們後面可以再跟這個圖這樣子來做一個比較 所以就是其實在用Python 用Kivi這個library來實作APP 其實也是蠻簡單的部分 所以我們現在要想一下 如果說要完成像我剛剛說想要做的事情 需要學到哪些東西 第一個就是我們要知道說怎麼在一個 像手機這個畫面上面可以畫圖 那這個畫圖呢不是只是就是靜態的 它每隔一段時間就要更新一次畫面 才會有一個動態的變化 那另外它要可以接收我們外面的輸入 然後再透過這樣的資料呢改變後續的輸出 好 所以我們就可以先想一下說 嗯大概我的畫面要怎麼畫呢 所以呢這就是一個非常簡化的 非常簡化的圖 大概就是像這個黃色的部分 我希望有一個像是道路的感覺 然後另外呢有一些跑的線條這樣子 那這些呢線條呢 會根據我傳進去的速度來改變 然後所以我們在視覺上面就可以看到說 有一個它在跑的感覺 對只是這是一個單純比較簡單的部分 好 所以呢這個跑起來會像什麼樣子呢 可以看一下 大概就是像這樣子 你就可以感覺好像有一個古早時代的遊戲的感覺 像你在一個這個場地上面跑這樣子 好 那有一些事情呢我們可以思考一下 包括說這個線條的位置呢 是要多久更新一次 那這個考量點主要是說 你希望畫面看起來是就是比較順暢 不要說有卡卡的感覺 所以說你可能一秒鐘二十次三十次 或者更多次就看你的希望這樣子 那另外就是說呢你傳進去的速度的資訊 你有需要像是更新線條的位置一樣 那麼頻繁的改變嗎 其實是不用的 因為你腳踩的速度呢你不會說一秒鐘 你踩踏板的速度會改變二三十次 這是不可能的 所以說我們可以比較慢 再來更新這個速度的資訊 然後就兩個的時間的更新是不一樣的 那需要的時候呢 就再跟Server拿說現在的速度的data 好 再回憶一下剛剛說 這樣就有一個app部分 好 那我們看一下實際上做的話呢 會需要哪些東西 所以說像剛剛說的 進來的時候呢 我們就要開一個某某app 那這就是這個app的內容 所以app呢就是它要return一個widget 然後開app召喚widget 就完成這個它要做的事情 好 所以說呢 那在這個widget裡面呢 我們叫做running road 這裡面呢需要做什麼事情呢 其實就是它initialize的時候 在有一些部分我先省略 但是可以看出像是畫面更新 這個是畫面更新的速度 所以是每秒鐘二十四次 那速度的話呢 其實只是每秒鐘更新一次這樣子 那在另外呢就有一個update的 就是透過你輸入的速度的訊息 然後再計算說這邊的話 應該現在畫出來的圖要長什麼樣子 那另外就是說 你要再跟server 剛剛我們用的xmlrpcserver拿速度 這樣子其實就完成了 對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覺得除了慢慢畫圖之外呢 想說有沒有方法 不要每次我們都從一條一條線 然後設定它的端點這樣子來做 有沒有什麼比較偷懶比較快的方法 其實也是有的 這怎麼做呢 就是我們可以用一個gif檔 那在kivi上面呢 其實它可以直接顯示一些gif的圖片 那只要照gif圖片呢 其實它的檔案的大小是滿小的 而且它就是本身就是有一個動畫的感覺 那這邊我們要怎麼樣改變那個速度呢 其實就是透過調整它的每個圖跟圖之間的delay 就可以來改變這樣的速度 好 那這部分我等一下就是會demo給大家看 好 所以呢 如果我們可以讓它顯示 就是用這個gif的圖片來顯示的話 其實在網路上 你可以找到各式各樣你喜歡的gif 那你只要透過稍微調整一下它播放的速度呢 這其實都是可以跟我們這樣子的一個系統來做連結 好 然後另外再講一下說 如果說你已經不想要再做用別人的gif 那想要做一下自己的圖 應該要怎麼做 在這邊講的就是一個google的streetview的API 如何來實作這樣子 好 那我們首先呢就是要獲得一組GPS檔案 那GPS檔案怎麼樣會有呢 通常譬如說你參加像是參加路跑啊 或者是一些平常外出的騎車的活動呢 你可能都會用一些手機的一些APP來記錄 那其實這些軟體呢 你都可以從裡面再export那些GPS的檔案 會看起來像這樣子 像這個的話 這是上次去烏來跑半碼的時候的一個路線 那它裡面呢你就可以看到這樣的資料 它就是很多筆隔一段時間呢 就會記錄一下一個就是經緯度的部分 就是說LAT是多少多少 然後LON是多少多少這樣 然後就會有這樣子的很多行 那這種資料你要怎麼運用呢 其實你就可以直接用google街景的API呢 來取得那街景圖 那這部分呢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像下面這幾行就可以完成 你這樣就可以獲得一張圖 它就主要知道的一個是黃色的部分 就是你要這個圖的size 其實就很簡單吧 像這樣600x300 然後location的部分呢 就是剛才我們看到的那個GPS檔案裡面的 那兩個參數就是這樣 另外呢要有一個就是heading 就是說你從上在那個點呢 你現在是面向哪個方向 其實都可以得到不一樣的圖 所以說呢有這樣之後呢 我們其實就可以抓著一系列的圖 然後在網路上隨便找合成GIF 它就可以幫你做成這樣子的一個圖 就可以看出它其實就是有一個跑的感覺 那時候大家可以發現說呢 它現在呢前面是正著跑 然後再來呢歸毀 像現在就變成 等一下就變成看著牆壁跑 然後再來呢就變成倒著跑 為什麼呢 這就是我剛剛說 因為我們沒有考慮到它heading的關係 那這要怎麼考慮呢 其實非常簡單 就參考這個圖 就這樣想 它其實就是面朝北方的heading就是0 然後再來往東南西 這樣就是90 180 270 那我們剛剛得到的那些資訊呢 其實就是像這樣子 就把它想像成經緯度 這樣就可以 對一個是 反正一個是經緯度 一個是緯度這樣子 然後你就看說你的下一點會在哪裡 跟你現在的點 你就可以透過一些三角函數 就可以算出你需要的角度是多少 那再把這個heading呢 加到你剛才的內行 我們說內行網址 就可以抓到那個圖 之後就可以達成 你希望的不要它一下子看前面 一下子看牆 一下子看後面這樣子 所以大家可以看 如果說加上這個之後呢 就可以變成像這樣子的感覺 但是呢 大家知道說 因為它的街景車是順著開 你走路線可能不一定跟它一樣 所以有時候就會像這樣子 就會一直有那個車在倒退路 不知道在幹嘛這樣子 對其實 但是可以看出來 它就可以有一個順向的過程 所以呢 透過這些步驟呢 其實你就可以完成一個你想要走的路線 而且呢把它轉成一個屬於你專門的 這個活動專門的一個GIF的檔案 那再加到這個系統裡面的話呢 就可以再透過你踩腳踏車的速度呢 來改變這時候這個畫面的delay 然後改變 看起來就像是你在不同的地方移動的感覺 OK 好 接下來就是demo的時間了 OK 那我們已經 那這個app的部分呢 已經在那個攝影師那邊 OK嗎 好 還是 好像還是 focus有點不太 對 好 這時候大家就可以看到呢 上面呢 這個app的部分其實有分成 就是一個簡單的一個demo 上面的部分呢 就是我們剛剛說 用一個GIF的圖 下面呢 那個0其實就是在講說現在踩的速度 那這邊我是用一個就是 就是訓練台的部分來demo給大家看 那其實這個其實跟 是不是在訓練台上面 或者是用哪一種訓練台 或者是你用哪一種腳踏車 在什麼地方騎其實都是 沒有關聯的這樣子 好 OK 好 所以在踩的時候應該可以看到說 它的速度有變化 如果說你騎比較快的時候呢 有點小這個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說那個速度上面呢 其實是會隨著我現在踩的速度的變化 然後上面的那個圖的改變其實也是會跟著改變 那如果說你停下來的時候呢 當它沒有接受到進一步的新的時間的訊息的時候呢 它就會進入一個decay的模式 然後速度就會慢慢慢慢的降到0這樣子 對 好 這個簡單的demo大概就是到這邊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OK 那我們謝謝我們Jennifer 那目前我們時間還是很多 那不知道這邊各位有什麼樣的問題想要詢問 就是 就有關於腳踏車硬體設計啊 軟體設計啊 或者是 這些問題的 有問題的話請按前面的那個 謝謝 那我問一問題好了 對 有關腳踏車的部分啊 你大概花多的時間去把這個 就是腳踏車上面的東西就兜起來 其實是蠻單純的 因為它其實主要只要有一個 Hole effect sensor的輸入其實就是這樣子 那其實不用接太多複雜的電路 這樣就直接就可以work這樣 是咧 好 那 那未來有沒有考慮說在手機上 就是除了速度啊 或是有沒有想要加其他的內容 例如說可能 例如說GPS啊 或是其他的功能加到這個手機裡面 其實當然是都會考慮這樣子 那其中一個我很想做的部分就是 透過一些 我們說muscle sensor 就是它可以detect說你的那塊肌肉使力的大小 就是變成一個類別的輸入 如果說你越用力的時候呢 那個它輸入的它那個值會越高 然後這樣子就可以來比較說你的身體的不同的部分 在你騎腳踏車的時候出力的多掛這樣子 對 那不知道有沒有會中有相關的問題 所以要向Jennifer提出呢 那邊嗎 等一下 不好意思我這邊有點亮 好 那個可以直接按前方的那個 然後講 謝謝 是 你好 我想問如果 你剛剛提出說 想要測試我們肌肉受力的分布情形 那有沒有考慮說在身上 假裝感測器可以去接收這些資料 然後影響到腳踏車的速度 影響到腳踏車的速度 你是說輸出的部分可以影響到腳踏車的速度 但是變成說你的輸出部分要改變對腳踏車的出力的話 在這種就是機械機構的上面的腳踏車是不太可能 那如果說電動的腳踏車我就不知道 可能有辦法 那如果說單純只是 像這個還是跟踩踏的 就還是跟你踩踏有關係 你可以有資料進來 那你是不是可以有輸出的資料 直接改變你腳踏車的動作 我覺得應該很困難 好 謝謝 好 請問 還有沒有惠眾想要詢問 Jennifer這部分的一些相關問題 不好意思 那個我想要請問一下 就是 就是為什麼想要就是做這個 是因為可以在感覺不同的地方騎腳踏車嗎 就是為什麼想要做這個APP 就是因為像我們前面說 其實因為本身就是喜歡騎腳踏車的關係 所以說呢 做一些跟腳踏車相關的一些專案 我是覺得蠻有趣的啦 那另外呢 就是說 像我剛剛說的 其實它後續的應用還蠻多的 包括說你可以 因為它是從 就是從頭開始做的話 你就可以完全掌握說 你後續騎車的資料其實 你就可以全部收集起來 而且這些資料你要怎麼運用 不管是realtime運用 還是後續在做什麼分析都可以這樣子 對 然後 因為就想說有不同的應用方式 像是 不管在Android上面 這個的話就是這樣 可以在騎訓練台的時候 會覺得比較有趣這樣子 可以有不同的feedback 好 謝謝 還有慧中要提問的嗎 可以請問一下 就是你是 怎麼把資料從Respberry Pi 穿到那個手機上面的 你是用什麼媒介的 就是用Wi-Fi 用Wi-Fi而已 對對對 好 謝謝 那 後面就稍微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再到Github看這個 發掘相關的東西 然後另外就是 就是順便跟大家廣告一下 今年的PyCon 因為像這次做的東西 其實也都是跟Python有關係 那這個語言其實有很多 不同的變化 然後很多有去應用的地方 就是在今年六月 那它投稿的話是到 3月24號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再上網看看 那如果對於這個部分 這次的 超可能沒有什麼其他問題的話 就祝大家都可以快快樂寫Call 平平安騎車 謝謝大家 好 我們再次謝謝Jennifer 那如果各位會眾有任何問題的話 可以歡迎在台下 就找Jennifer 詢問 謝謝